圣灵先生是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艺人,能够知道阴间地域里的许多事情,自幼就有不同的宫庙人士找上门来,对他的父母说,这孩子是带有天命的,希望能让这孩子去修行。 他曾在接受访谈时,谈及电影与身同行,与他所了解的一些阴间情形。 电影里,金字红在不同的阎王前受审,圣灵先生说,在阴间受审的人,的确像电影一样,是站在阎王殿中间的原型平台上。 如果这个生命,冥顽不灵,无从宽舍,阎王一蹬脚,那原型平台即瞬间消失,露出底下的层层地狱。 这个生命该在哪层地狱受苦? 那层地狱的鬼族,就会伸手抓住这个往下坠落的生命,直到刑期结束后,这个生命再往下一个阎王殿受审。 跟电影不同的部分,圣灵先生说,应该是十殿阎王,不是电影里说的只有七个。 电影有许多地方,只是戏剧效果,与事实是有出入的。 在电影里,何正宇所扮演的阴间使者,像是亡魂的辩护律师一般。 圣灵先生说,在阎王审判时,的确可以有类似辩护方的存在,但不是阴间使者。 为了帮助理解,圣灵先生解说时,还不识话简图辅助说明。 他说,阎王殿里有半椭圆,如古罗马竞技场般的旁徒区,受审、亡魂、尚未投胎的亲朋好友都可来。 旁徒区面对的最前方平台上,阎王居中而坐,左右两旁各有一位判官。 判官身高一米多,而阎王身长三米多,相形之下高大而威严。 在半土园旁厅区的尽头两侧,也就是靠近眼帽的地方,各有一个特别区,其中一区里是亲友与受恩人坐的,他们才是亡魂的辩护方。 另一边则是亡魂阳间的守护神所在区,他们不是起诉方,而是当阎王询问时,如实禀报亡魂生前的情况。 至于夜镜也的确存在,但不像电影一样是在地上,而是在阎王的后方,犹如电影屏幕一般,在场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看见。 在电影的最后,金字红就是透过夜镜才发现,自己打算用枕头闷死母亲时,酒病昏迷的母亲却突然清醒了。 她看见眼前,红空颤抖着的枕头,耳听小儿子的哭喊,母亲明白了,十几岁的长子已无法承受家贫母病递入的苦难,却又不忍下手杀死自己的犹豫。 她默默悲伤地流下眼泪。 金字红震惊地看着夜镜所呈现的真相,那天过后,她逃离家,日夜工作赚钱,试图弥补自己差点世母的脆弱。 她一直不知道,母亲知晓这一切,更不曾忏悔取得原谅。 当阎王严厉地责问金字红,你的母亲心头上就那么插着一把刀而活着。 一直等待着因为罪恶感,不敢回家的你。 她哀痛得跪倒在地。 面对逆伦之罪,在阎王将宣判的当下,她的母亲及时地亲口原谅了她。 此时,阎王停下了宣判。 此段转人热烈的情节,电影里的说法是,当取得当事人真心的原谅后,阴间也无需再做审判。 但圣灵先生说,凡事都有因果。 阎王审判是要更完整地看待整个的因果,并不会因原谅与否而不去审视。 令圣灵先生非常感叹的是,有许多人即便在夜境前仍不断围过。 这样的生命通常逃不过地狱的惩罚。 他说,诚实是一个生命首先要保有的品行。